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郊 车城 占地 车位 远离 大型 生鲜 氧 水箱 现场 比萨饼 主副食品 电子产品 平板电视 新旗 有吸引力 货架 琳琅满目 名牌 厂商 开发 定做 显然 迎合 持有 年费 会员证 收回 面向 学历 私家车 私人住房 陌生 乐观 超市 名存实亡 成熟 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 在意 创下 记录 单日 前景 省钱 与众不同 上升 乃至 整体 远不如 远不如 敏感 关注 品质 特殊性 危机 可支配收入 机遇 续卡率 无庸置疑 专有名词 山姆会员店 沃尔玛 课文 北京的山姆会员店 1 北京是中国市场潜力最大 但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市场 2003年7月 北京沃尔玛山姆会员店开业了 由此开始了这家全球最大零售商在中国市场的新一轮扩张计划 北京山姆会员店是沃尔玛在北京开的第一家店 也是它在中国开的第28家店 第5家山姆会员店 这家店位于北京西郊 离市中心约有40分钟的车程 占地18000平方米 有一个两层楼的商场和1300个车位的停车场 和美国店没什么不一样 商场建在远离市区的地方 并拥有如此大的免费停车场 在北京并不多见 走进这家店 熟悉山姆店的人都会发现 它的内部设计与美国店不太一样 比如 店里有一个大型的生鲜食品区 里面有养在水箱里的活鱼 还有现场制作的比萨饼和各种主妇食品 一楼有很大一部分是电子产品销售区 出售平板电视 高档相机 以及各种新奇的高科技产品 这些对北京的富裕阶层应该会有吸引力 而在美国店里 电子产品可能只占一两个货价 另外 除了琳琅满目的进口名牌商品以外 还有不少中国厂商专为中国消费者开发定做的商品 这样安排 显然是迎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 经营本土化的结果 2.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这家店 根据规定 到这家店购货的消费者 必须持有年费150元人民币的会员证 即使这里的商品比别处便宜 一年也至少要消费1500元至3000元才能收回成本 这个价格对中国的普通消费者来说太高了 但北京山姆店的目标市场与美国不同 它主要面向高学历 高收入的消费者 这些人都有私家车和私人住房 其实 对于会员制商店 北京的消费者并不陌生 早已进入北京的普尔斯马特 万克隆等 都属于这一类商店 可事实证明 会员制商店在北京的发展并不乐观 普尔斯马特早已把会员制商店转为普通超市 而万克隆后来只需花两块钱就可以办一张会员证 会员制已经名存实亡 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指出 会员制在北京发展的条件并不成熟 在西方发达国家 会员制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美元后产生的 市面下那些平时工作繁忙 一次采购就买一大批的有车有房的中产阶级家庭 而2003年时 北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三千多美元 人均住房面积不高 每百人才拥有六七辆私家车 由此看来 会员制在北京要获得成功还需要时间 对于这些担心 沃尔玛似乎并不在意 深圳山姆会员店总经理说 山姆店在深圳开业时 也有很多人不理解 但他曾创下过全球山姆店单日销售额的最高记录 年销售额也连续多年排名第一 北京店同样会有良好的前景 沃尔玛北京副总裁说 消费者都希望省钱 并且喜欢有点与众不同 这正是会员制成功的基础 三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 北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2012年 已上升至八千零二十八美元 山姆会员店在北京乃至全国发展如何呢 到2013年 中国共有十家山姆会员店 均开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其中北京有两家 由此看来 山姆会员店在北京发展得不错 但从中国整体来看 它的开店速度远不如姊妹店沃尔玛购物广场 后者从2003年的二十几家 已发展到2013年的近400家 沃尔玛表示 山姆会员店在中国会加快发展 中国山姆店的目标市场是中高端消费者 这部分人对会员费高低并不敏感 他们更关注的是商品的品质及特殊性 特别是目前在中国食品质量出现整体危机的情况下 中国近年来 中产阶层的增大 以及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也会为山姆店带来很好的发展机遇 据报道 到2013年 山姆中国已经拥有超过110万会员 会员续卡率保持在70%以上 毋庸置疑 随着山姆开店数量的增加 会员人数还会大幅增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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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